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才是真正爱你的人需要仔细去判断 不能因为一时的好感而重昏头脑 范冰冰之前还在综艺上说过 李晨是我最后一个男朋友 但是感情这东西来得快 有的时候缺得也快 好的时候如胶死期 分的时候形同没路 从今的海市山盟 这时候都烟消云散 成为了记忆里的泡沫 网上流上一句话 我喜欢你的时候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不喜欢你的时候 你算什么啊 即使一个人到底喜不喜欢你 从这几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他可以伪装的很爱你 但细节却是很难演出来的 爱一个人 无时无刻都在考虑你的感受 每个细节都是真心流露 甚至成了骨子里的习惯 真正爱你的男人 不只是会轻易抱你 而是会用他实实在在的行动 来打动你 让你感受到踏实和幸福 一 在外人面前 从来不让你难堪 男人好面子可以理解 可是如果他在外人面前 丝毫不考虑你的感受 让你出丑 让你尴尬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把面子看得比你还重要 小蜜是没对你付出紧分真心的 当他下意识地 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面子 而让你难堪 你就该懂了 是时候离开他了 知乎上有名网友说得很好 作为一名女生 我想经受过这样委屈的女孩子们 一定会明白 最可怕的 并不是对方的脾气有多么暴躁 品性有多么浮夸 而是某一天 在某个小细节里 你转然发现 他对你的真实 连那点虚无缥缈的面子都比不上 如果一个男人真正爱你 一定是反过来的 他会在万人面前表现得很听老婆话 即使大家都调侃他是机关炎 他也乐在其中 因为怕老婆 实际上是一种爱老婆的表现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才把自己帮得很低 就像张爱玲说的那样 爱一个人才会低到尘埃里 其实啊 哪个男人都要面子 只要把你放在心肩上的男人 愿意为了你暂时放下自己的面子而已 面子这种东西是虚的 只有爱人才是真实的 二 能够想富贵也能 共还难 有首经典的诗是这样写的 有的夫妻能够共富贵 却共不了患难 一旦到了患难时期 便是大难临头 各自飞 还有的夫妻能够共患难 却共不了富贵 一旦被黄腾达 便开始建议四千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老李小时候 家里很贫穷 自己也没有读过什么书 但是很能吃苦 会做事 他结婚的时候 一无所有 老婆跟着他住十平米的房子 家里电器 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 连冰箱都买不起 小夫妻的日子 虽然过得很苦 但是苦中有甜 互相照顾 老婆从来不会嫌弃他穷 后来 老李出场后自己单干 又遇上了好时机 成为了一个小老板 加上他为人聪明 处事圆滑 很快厂子就开得越来越大了 他们家总算是熬到头了 能过上好日子了 他们搬起了大房子 开上了新车 老李老婆却感觉到不踏实了 因为老李回家越来越晚了 身上的酒气也越来越重了 直到有一天 他看到家里多了一个陌生女人 十年的婚姻就这么结束了 他们一起走过了最困难的时刻 却偏偏输给了荣华富贵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没过两年 老李的厂子就倒闭了 那个女人打人跑了 她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多岁 这时候她才看清楚 真正爱她的人是谁 但是一切都太晚了 夫妻是要一起度过一辈子的人 这一生那么长 总有风雨 也有晴天 也许有一天会富贵 也许有一天会落难 如果这时候放开对方的手 那么你永远配不上他的余生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能够和你共荣华富贵 也能够和你走过患难时机 因为这一辈子很长 一定要好好地珍惜对方 三 真正的爱情都是宾爱 爱情和友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是爱情有特权 而友情没有 当被爱着的时候 你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 她给你的特权 你是她所有认识的女生当中 最独特 最与众不同的那一个 别人不能看她的手机 唯独你可以 别人不能半夜两点 让她出门去接她 唯独你可以 她给别人的备注是名字 而给你的备注是亲密昵称 有一句话说得好 女人喜欢的不是被爱 而是被偏爱 如果你对别人都很冷漠 唯独对我温柔 那这就是一种偏爱 如果你不记得别人的生日 唯独记得我的生日 那这就是一种偏爱 真正的爱情 其实都是偏爱 所以很多女人都说 我觉得她并不爱我 这是因为 她对你没有足够多的偏爱 如果偏爱多了 你一定会察觉到 她对我是不一样的 我才是她心中 那个特别的存在 这样的感情 才会让人有安全感 我们有时候常常调侃一个男人 说是中央空调 见到谁都暖 其实 这只是她 没有遇到她 最爱的那个人而已 一个男人对谁都好 那么她对你好 你便感觉不到爱情 所以 如果一个人真正的爱你 一定是对你偏爱 能够让你明显地察觉到 她对我是不一样的 一个人如果爱你是掩盖不住的 就算闭上嘴巴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愿你的余生 能够遇到一个 顾全你的感受 一起走过漫长岁月 时刻对你偏爱的人 愿你眼中总有光芒 余生活成你想要的模样 好 好